全国疫情持续三级警戒 民众外出时要全程佩戴口罩 而且全国餐饮一律只能外戴 不过中央已经放宽了工地施工整员 或食品外送员等户外工作者 可以证实地拿下口罩吃饭 而对此台中市政府也要求民间公司 或局处所属施工处所 营造工程 安排劳工有用餐休息的环境 希望兼顾防疫安全用才安心 全国防疫持续三级警戒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规定 民众外出时应该全程佩戴口罩 且全国餐饮一律只能外戴不能内用 这样的规定对于在工地工作的 劳工朋友颇为困扰 怕防疫不周全 又怕影响劳工朋友的用餐品质 配合中央放宽规定 桃市政府也只是各单位 及民间公司要进行改善 我们现在已经要求 不管是公司 政府的工程 民间的工程 负责工程的这些业主 他一定要保障 奏刚一郎 他用餐的环境 或者是 他们要去 在工地要设置 这个检疫的公务所 或者是有些帐篷式的 那都可以 希望加装隔板 安排社交距离 加强消毒 梅花座等等 市长表示 因应防疫的关系 许多工人用餐环境不佳 市府要以身作则带头做起 则请各局处所属施工出所 或营造工程 需设置用餐休息区 包含设置检疫室 加装隔板 安排社交距离 加强消毒等措施 务必让劳工朋友安心用餐 我们这陆工朋友 跟我们说 很感谢 以前不要说 感觉这么尊重就对了 建设局 我跟他们安排 一个吃饭的地方 不用像以前 躲在楼宾 所以我们也希望 所有市政府的各个单位 各个有施工的单位 包括各局处 各个工所 那市长有特别要求 一定要给我们劳工朋友 打造一个 中午可以休息 可以吃饭的一个环境 不要好人躲在楼宾 因为那边的车 如果在过 风波刷 那我们希望 工部们来做起 此外 杜发局也鼓励民间企业 尤其是建设和营造公司 让工人能在公屋所 或另外搭棚用餐 让劳工朋友 拥有舒适的环境 务必在防疫 与保障权益中 取得平衡 藉章伟林 台中采访报道 对于是建设和营党的环境 对于是建设和营党的环境 在建设和营党的环境